玉銘 我覺得這個美國他現在比我們 國防支出要增加到5% 這件事情其實聽起來非常的可怕 因為大家知道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一年兩兆多的預算 我們要照顧社府 要照顧教育 我們有那麼多面向 那如果未來我們的國防支出將近一半 一半都拿去買武器 那請問我們其他是不是被擠壓 當然被擠壓 前陣子我們在立法院還討論說 現在全民健保醫護多麼血汗 然後健保一點要調成一塊 大家就在那邊 argue 半天 最後勉強改革主決議 0.95 連健保涉及到大家健康 照顧我們醫護這麼重要的事情 政府說沒有啦 幾百億也編不出來 一千億也編不出來 好了 現在美國如果川普當選 他們才一個很強悍的措施 逼我們說一年要增加一兆多 來買武器 我們用一千億來照顧國人的健康 說做不到 結果每一年要編一兆多 請問這樣子合理嗎 那今天我要問的就是說 為什麼把台灣變成是這樣的處境 我們現在真的只是變成棋子的角色 我們沒有自主權 變成是美國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必須照單全收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兩岸不好 兩岸不好的情況底下 川普講啊 你要我保護你 保護費你就要增加 如果兩岸關係越惡劣 你的保護費就要越高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設想一個情況 如果我們今天兩岸 我們可以溝通 我們可以談判 我們需要繳交這麼高的保護費嗎 不需要嘛 就是我們自己還有籌碼 還有空間嗎 就是說我們的國防 只是在維持適度的防衛 我們不需要一直一直加碼 你看我們這幾年蔡政府上任之後 的確我們國防預算的支出 從三千多一千已經到將近六千 如果未來被逼還要再增加的話 那我們是一個準備要戰爭的國家嗎 這個是我要問的問題啊 請問蔡政府 賴政府 賴政府執政底下 過去蔡政府是這樣 現在的賴清德 請問我們要變成是一個準備戰爭的國家 才需要這麼高的一個國防支出 然後全民皆兵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 老百姓想要問現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你要把臺灣帶向是一個戰爭的邊緣 然後高度的國防支出 然後高度的去購買武器 臺灣人民要的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應該不是吧 我在想以現在看起來 川普跟拜登 他們這種兩者氣勢 確確實實 川普是領先的 但是我們大家知道川普 他不按牌理出牌 是全世界知道的怪咖 那大家也知道他非常主張美國本位主義 還有美國利益 他是標準的生意人 所以他會叫我們增加國防 國防預算 說實在的 他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我們買的最多 他賣的我們也最多 可是對臺灣的保護有沒有更多 大家可以看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 我們臺灣其實在整個臺灣第一島鏈的這些戰略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那說實在的 為什麼不能去做一個政治的槓桿 然後搞成現在要完完全全聽美國死犯 不敢說我們是他的看門口 最起碼的話 讓人家感覺到說美國 講一句話 那我們自己就緊張兮兮的 所以我是覺得為什麼我們的戰略地位這麼重要 沒有用這種整個槓桿的東西去做一個重中之重的一個戰略地位 所以可以臨近國家來重視這個就沒有談錢的問題 所以我也贊成我們柯主席所講 欸我們這很重要的 我們在這裡打仗 你就要替你們打仗 那我們還要付錢 這一點他講的雖然通俗 但是是很實在 另外一個我是覺得我贊成 我贊成就是大家賴政府 你的外交政策要不要改變 如果惠民所講的很簡單 兩岸和平如果去把它做好 兩岸關係去把它做好 那為什麼一定要去買這麼多的武器 我只要問大家 我們兩兆多給你那個那個GDP5% 拜託一兆兩千億 那這一兆兩千億 說實在的真的可能嗎 真的是可值得嗎 還有一點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賴政府你們在執政 你們一直始終親美的態度 就是這樣 那要不要改變外交的策略 兩改變兩岸關係 只要兩岸關係 現在最有敵意的就只有對岸 那兩對岸沒有敵意以後 那自然就有和平的契機 有和平就沒有戰爭 那幹嘛一定要去花這麼多錢 所以我還是要建議賴政府 我也贊成那個 宜翔所講的 如果川普當選以後 台灣的這些地位要不要重新考慮 我們還是要呼籲賴政府真的要思考一下台灣人民的安慰 跟法院人生 對岸